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和大家来讲一个很扎心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今天嘛 因为上海渔情嘛 说一号关了学生 我上午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人服务对象 因为我是说家政阿姨 打了个电话问他 我说阿姨你好吗 电话没人接 最后他孩子接了 我就问他 我说阿姨好吧 他告诉我 他妈这个 我说什么时候做的 他说八号之前 我说八号 那既然我就来谈谈八号之前的事情 因为二十几号 那个时候我在上班 我每天下午三点到她家去 他妈每天三点都自己 都是一种期盼的眼光 看着我 到我进门那一刹那 阿姨就笑了 阿姨说小郑啊 你终于来了 我说阿姨你吃过了吗 她说没了 每天这个时间 我都是给她帮你吃的 她有一天 然后上班 然后上班全部停下来 每天我不能再去了 后来三十号三十一号放风这两天 让我们这些人去外面去 踩个窝子嘛 准备再封嘛 然后我就去了 那我去的时候 门一开 有股吃鼻的味道 就不得了 臭的不得了 这个时候呢 阿姨嘴你还在嚼去 还在吃什么 我说阿姨你吃什么 阿姨就讲了 你们知道她吃什么吗 真的在吃什么 大便在嘴 我说阿姨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搞的 我这个时候我都鸡的不得了 阿姨说我饿 我饿 这个时候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只有养了眼泪落下来 都可怜的老人 没有吃的 这个时候她只要人嚼得多 她都会去吃 那就是大便了 她想活下去 就吃了大便 然后一号就开始疯了现在 所以今天我打个电话 她说她妈走了 这也是我的酝尿之中 我也知道她活不得时候 她就会死